Hello 又是我Maggie 今天又是教育子餐 今天這道菜是蒜蓉蒸開邊的花竹蝦 你看看 好漂亮 是鸚鴦的 看不看得到多大隻 這個新鮮是有水的 首先我們會在街市買回來 洗乾淨 然後用剪刀剪掉腳和刺刀剪掉 然後開邊 好了 現在我就教你怎樣開邊 開邊我不會在肚子裡開 我只會在背部 背部開 背部是怎樣開呢 就由這個頭這樣 這個手要按緊它 這樣 逼緊它 然後這樣 一下一下 這樣切下去 記住不要切太大 它會太大力 它會開兩邊 我們是留一點 不要轉轉 好了 當你切了之後 你用牙籤 好像這些腸 這樣就挑了它出來 對了 挑了那些腸 因為腸裡面 可能會有些沙 挑完之後 拔它出來 先 這樣也有一點 好了 那又動時間關係 我已經切好了 好了 哇 是不是很漂亮 看看 哇 很新鮮的 花竹蝦 是的 好了 那這裡呢 我做完之後 我就會大概蒸 四分鐘左右 上滾 好了 我就會灑一點點的蒜蓉 因為我之前 已經把蒜蓉剪好了 那我就會灑一點點 我要雙蒜蓉 就會比較香 那先灑下去 灑均一點點 好了 那這裡就是放去蒸的 那由於這裡呢 我一會兒就會爆香 炒香之後 上了點淋了一些生抽 還有油之後呢 那我就會再淋上去 再灑一些蔥花 就會好命 嗯 那一會兒再煮 你看一下 好 水滾了 現在我就要放 放著蒸 好 四分鐘就可以了 好 好 最後就可以了 完了 四分鐘 哇 是不是很漂亮呢 好 好 這樣 我就要拿 想怎樣 因為由於呢 這裡有些 這些水 我們會不愛的 這樣就 很輕地把它倒進去 好 好 好了 現在就 放在這裡 這樣呢 我就會在 對 那我還會灑點 有醬油 這些是油的 那我呢 我呢 煮回滾它 然後呢 我會灑點 蒸魚豉油 好 讓它先滾了 還沒滾 我可以用來 wild 來自已 煮成 頭,放在這裡 很像 你會不會 在這裡 要給你 那麥克 第二, 簡說 很像 這麦克 它們 有味道 差不多了 熄满濃烧 加一些生抽 煮香 生抽 水 西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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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浸泡 浸泡 放入蒜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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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 放入蒜蓉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